发现了一个戴帽子的小哥哥我们去撂一下 小哥哥小哥哥那个东西你要不要 啊好吵啊我也有个东西想给你 什么呀 我你要不要 近日白宇工作室晒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白宇身穿黑色T恤戴着黑色鱼蜂帽 正在悠闲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这时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说到 发现了一个戴帽子的小哥哥我们去撂一下 小哥哥小哥哥给你一个东西要不要 白宇说到哇好巧啊我也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工作人员问什么啊白宇说我你要不要 发现了一个戴帽子的小哥哥我们去撂一下 小哥哥小哥哥那个东西你要不要 啊好吵啊我也有个东西想给你 什么呀 我你要不要 日前曾主演过美人为见 微微一笑很清诚的白宇参加某直播栏目 正值过生日的他与观众亲密互动 还主动接受主播PK 画面一度十分搞笑 视频中顶着一头卷发的白宇在家中与观众亲密互动 某主播给白宇发PK邀请 一联盟的白宇一开始拒绝了主播的邀请 但第二次还是带着好奇心接受了 不熟悉规则的白宇一开始被对方主播小哥调侃输了 随后对方被网友提示白宇是明星 白宇还笑着否认称自己是一个新主播 而对方主播小哥却表示 你的造型有点突出 有点像明星